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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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以为我是健美冠军 那我出去 你看啥的啊 我看你了 你以为我是健美冠军 我哪有时间去接小柯啊 他 他不是梦游 还没睡呢 对 跟那白日梦差不了 你回不回来了 你回哪个家 你废话 当然回咱们小家了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能回家吗 我敢回家吗 你是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 真的 真的 马一光 爸 咱们家榴莲呢 爸 我跟你说话呢 我给你妈买的榴莲呢 爸 你没事吧 我让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你没这耳朵 我是怕那味儿熏的 您睡不着觉 你看我每天睡在这儿 我都让他给熏的 一宿一宿的 没法睡啊 你没法睡 没法睡 上别的地方睡去 我告诉你 咱们家就这味儿 爸 您这话就不对了 你说我料下自己家 他那么多的事儿 跑到这儿我来照顾您 你现在嫌我多余 没人请你 你就是多余的 毁你自己的 你让我和你妈 亲眼的待会儿行吗 是 爸 我也求您了 一光 你别那么折腾了 一光 行吗 有话好好说 别跟爸爸吵 小冰 看见没 还挺管闲事儿的 你小声点 怎么了 怕你爸听见 他有什么好的呀 就是看不上他 你爸对的好 就是不行 就是不行 我求求你呢 你小朋友 就是吧 就是 看什么 没什么爸 我是说马叔又抽风了 好像天下死老伴的 就他一个人 天天吵 这么烦人的 华英啊 别这么说人家 嗯 行了 行了 爸 我算是服了你了 我服了你了 我睡着屋 我能睡着 你睡着书房 愣着屋子 你睡不着 你什么狗的 爸 你们共产党员不都是唯物主义者吗 你不会认为妈在上边 真能吃到零油脸吗 你滚 来呀 你在哪儿弄的呀 你快吃烤了 太香了 你知道 这东西 我闻起来像什么吗 像什么 像狗屎 你说什么呢你 真是 还让不让我吃了 你吃 你吃 你干嘛喜欢吃这个玩意儿 你懂什么 这榴莲呢 它就像你 像我 闻着臭 吃着香 此话怎解 你这人啊 不了解的呢 都说你嘴臭 脾气怪 那要是了解我的呢 就像这榴莲 还挺有滋味的 你听到什么人反应了 说你们上次 怎么不好用啊 这个童童啊 我说你不看电视 比捏这个遥控器 晃来晃去的晃什么呀 妈 你还说过 你看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晃得我眼韵呢 都几点了 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谁叫 我走哪儿 你敢 好好 你擦这儿擦这儿 想什么的意思 你爸呀 他什么时候 能按时回我家呀 我呢 就在家里 成天的忙着忙那的 你呢 就是爱来就来 爱走就走 把这个虾呀 当成旅馆了 就是个旅馆 我就是你们的老妈子 妈你怎么说什么 都扯上我呀你 看看 你吃点瓜嘴 遍地开花 行行 帮你收回 帮你收回 你怎么回事 你妈 妈你说你把这个家 打扫得一尘不染呢 像个人住的地方吗 我知道你爸爸 他特别爱干净 你以为你光是把家里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爸就会经常 喂 喂 是我呀 下车 刚才怎么回事啊 你爸他又怎么了 别提了 就是为了个流言 跟我打扮了一听 差点没把我赶出去 把你赶出造好了 你回来管管你儿子吧 冯彤 你就别说风凉话了行吗 我记得是焦头了 家里的事拜托你了啊 拜拜 不 买一光 哎呀 我是同伙啊 一光他爸 现在怎么样了 还不是老样子 整天迷迷噔噔的 这也难怪呀 这老爸老伴啊 老来做伴 这一光妈妈 怎么突然一走 哎呀 扔得她一个人 他们俩 可真是一往情深啊 这再一往情深 这日子总还得过吧 整天石棍落魄的样 搞得跟失恋小青年似的 你看把一光给折腾了 我爹爹现在这么忙 哎 我回来还能照顾小柯 一光是一点忙都帮不上 就我一人 从早忙到晚 累得我呀 哎 妈不是你看 我这黑眼圈的眼袋全出来了 这简直是没法过了 哎呀妈你就别擦了 我都闹心擦来擦去的 我看你呀是过得太舒服了 小斐哥 小斐哥 小飘哥 小斐哥 周大爷走 买多点去了 走 走 走 哎呀老吃泡饭 我跟你说了 早上别老吃泡饭 确有少盐的没味儿 我喜欢 我喜欢 连汤带水的吃得舒服 拿着 虎子 到时候吃油条的时候 剪下面拿 知道不知道 对不起 就这种 我们来看看 再吃 哟 哎呀 贝尔 我现在 我现在 你找我 我现在 我现在 我这样 你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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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我不想 我现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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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得去上班呢 让你客服也不让我爱着 怎么又是面包 这 这哪有你妈自己蒸的大白馒头那么有嚼头啊 我不会蒸馒头 我给你熬点西饭就够难为我了 将就是吃饭啊 你这粥 佳生 佳生 原来你是那么难测课啊 现在我才知道 我妈照顾你一辈子 多不容易啊 喂 我得去见个整形大夫 什么 不是我整形 是我们美容院啊 得拼那么一个人 你做好了 把安全带系上 不行 晚上我得回来给我 给我爸烧饭啊 你只管你老爸 你不管你儿子了 你儿子做作业 这身边得有人 你不是不知道 行 马一光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到底谁来接我要 你放学后在门口等着 谁来接就是谁了 下班别来了 回你自己的家 我下面条 爸 您就会泡方便面 小柯的事儿交给我 你们忙你们自己的 爸 您就别再给我添乱了 您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 喂 中饭在冰箱里 微包路一热就能吃 晚饭千万等我回来烧 好 不要偷着抽烟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我会偷着抽烟 要抽我也是正大 老马同志 请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会偷着抽烟 你怎么吃东西 爷爷 没胃口啊 大清早起来 挺抽烟不好 那你喝点豆浆吧 你爷爷不是没胃口 是油条没送出去 心里不痛快 行了行了 你就少收两件事 三分油条把你那嘴堵上 少在这钱负责 有些事情人都做了 我还说不了了 华音 你说我今天怎么了 惹得你大清早起 不是摁喇叭 就是踩油门啊 爸 我说话嘛 你也别生气 我就是搞不明白 你说他与孤老婆 都什么好的呀 干嘛那么整天巴结着他 我巴结他 这街里街坊的 不就是偶尔帮着他一点吗 能帮的就帮你爸 这惹你什么了 你怎么就这么看不上他呀 就是看不上他 再说了 这么多年他是怎么对咱们的 小斌你说 人家讲点良心嘛你 我求你了 别成天拿良心说事好吗 对 以后你们说话都注意点 别加三代四的 大家都是有耳朵的 有耳朵 是个有耳朵 可人家会装聋啊 没完了你啊 妈 您别老实跟爷爷吵架 小孩懂什么 赶紧吃吃完上学去吧 妈 学校叫我们交八十块钱 怎么又交钱呢 乔林不是刚交过吗 这又交什么钱 补习功课的钱 虎子 嗯 去跟你爷爷要去 去呀 来 学校里要交学费啊 嗯 八十块是吗 嗯 我给你 嗯 也给 来 拿去 谢谢 拿书包 哦 现在不挣钱啊 真是没法让人活 嗯 来 老爷子不是刚交了五百给你啊 你倒是给人留俩零花钱呢 你放心 你爸够花 你爸一个月八百多块钱退休金 交给咱们五百 还剩三百多 哪花得了啊 咱要不像挤牙膏似的 一点咱可以挤出来 回头你爸的钱啊 全要贴在郭老婆的身上了 你瞎子啊 你看看你爸对他有意思 再说了 一个月五百块钱够干什么的 你当个家试试 这两年 咱这花木店也不挣什么钱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了 这一天你迷到店里来 说在外面忙生意 你忙什么生意呢 你用没本钱 现在呀 这刀头墓地呢 墓地 我听着都悬 现如今啊 就得干这些悬物的 不悬啊 挣不了钱 行 郝宾 那我可就等你了啊 这个月底 你要是再给我交不上来钱 咱俩可有的说 知道了 干嘛去啊 有事 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 你坐哪儿我跟你说 又怎么了 下周末我妹妹结婚 你可得把礼钱给我准备好了啊 你妹妹又结婚 她这都接地几回了 她接几回婚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她接一回婚我就得送一回礼 我看啊 你妹妹这辈子也甭干别的了 光靠这结婚收礼啊 就能吃喝不熟 你看你说这话 像当姐夫说的吗 真是 我跟你说啊 到那天 你真的把礼钱给我准备好了 你要让我空着手回娘家 我可跟你没完 你让我哪儿 哪儿跟您找这笔钱去啊 这家里的钱都你管着 要送礼啊 你自个儿想办法 我还真给你想了个办法 什么办法 那天啊 你爸跟那老太婆在院里唠家常 我全都停电了 你怎么陈天就跟盯贼似的盯了这个啊 我能不听近点吗 你猜老太婆说什么 老太婆说 我现在啊 那个屋里漏雨 你爸说 我存的有钱 我给你装修装修 听见没有 装修装修 就你那么陈天的 往他手里一个子一个子的往外抠 我爸 他还能存下钱来 你以为呢 那不行 这个钱 我可不能跟他去要 你要是不要 回头你爸的钱 可全都扑着在房顶上去了 你那不是把老爷子往死里逼吗 行行行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反正到那天啊 你得把礼钱给我准备好了 我没钱 干嘛去 干嘛去 一遇到事你就躲 躲什么你躲 我告诉你啊 郭老斌 这次你要诚心让我回娘家丢人现眼 我就跟你离婚 我这次可不是吓唬你 你玩没玩 离婚就离婚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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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 你回来 我给你站住 你站住 你不拿来去 你干啥呢你 你说我干什么 妈 我跟你说啊 今天事不说清楚 你拿来别去 什么事啊 你说什么事 你装什么糊涂 你看你的熊样 你自己磨磨良心 你好好想想 我嫁给你十几年 我过过以前好日子没有 就那么一点破事 你做不了出我你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 天天靠老婆挣钱养活你 你亏不亏心 谁让你养活了 你还用脸说这种话 你以为靠你爸那套退休金 就能养活咱这一大家子 狗屁 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说 今年年你往家里拿回多少钱 你说啊你 你说什么呢你 我说清楚你 要不是我在西西湖外的西宁库 整天养活这个家 你们早和西北方去了你 你看着 咱俩前脚离婚 你爸后脚就得和别人搭帮过日子 就在这儿过去吧你 你说什么呢你 你还打我你 你正着气 你还长个笨声呢 你打 你们两口是要闹什么 回我去 丢人现眼的 爸 你得给我做主 宝宾他欺负人 他让我没脸回娘家 怎么回事 爸 您偷偷自个儿攒点钱 就别让他知道 知道了又跟我闹 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钱 什么钱呢 我的钱都按约交给你们了嘛 爸 您自了攒的钱 您愿意拿去给别人铺房顶 做手指 我都管不着 可郭小斌他不能不管 他要是不管 我们俩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还闹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女人 没见过 就让你这样见今天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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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子就剩这点钱了 拿去啊 爸 你拿去求求你老婆 别再闹了 拿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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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屋里坐好 走 李安口有什么事回屋说 别闹得四连不哀 喝杯热茶 人这辈子谁没有烦心的事呢 过去就算了 不曾经 自己的儿子 娶回了这么个媳妇 这不是在街坊面前 打我的脸吗 那是她 无理取闹 你别我心里句句说 打我的脸 我也无所谓 我呼出去了 可她那话里 夹枪败棒呢 句句说的都是 那儿媳妇 是太不想话了 得 有空 我给她谈谈 老妈 我家里那件事 你可别往里面掺和 我那儿媳妇 忒难缠 我的儿子 也不争气 我怎么就养了 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瞧你们家一光 那多孝顺 儿子大了 她就是再孝顺 她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一光马这么撒手一走 我才算是真正的明白了 什么叫孤单 老郭啊 你这几十年 的确不容易啊 那么多孝顺 公主 那是本当事 把孝顺来 自己的日子 也要是 房工 好,不过现在第一件事情呢,咱爷儿俩去吃饭。 像哪儿要吃饭了呀? 地点明挑,我请。 爷爷万岁,我要去吃肯大鸡。 走。 今天介绍可可是你的事儿啊。 你别问我呀,我早上没去了。 这车仙正在路上堵着呢,你听听啊。 你在学校门口? 什么? 小可不见了? 爸。 爸。 喂? 你妈也没去接她? 那不用找了,肯定是让我爸给接走了。 对。 早上吃饭的时候她跟我说过那么一下,我当时也没太在意。 对。 那怎么办?等呗。 这个我也给虎子送了去,她最喜欢吃鸡头汉堡的。 你们小孩子怎么喜欢吃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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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不住了。 我上不住了。 撒住厕所要收费的。 哎呀,我真的上不住车了。 好吧。 厕所就在前面,冲啊! 小孩儿,小孩儿,上厕所,上厕所,一块钱,一块钱。 不是五毛吗? 上厕所,一块钱。 盖包纸。 哦,我有纸。 有纸也得一块。 凭什么呀? 凭什么? 没零钱找你呗。 看啥,看啥。 你这不是有零钱吗? 有零钱也得一块钱。 不想买纸是吗? 不买纸您上别的地方拉屎去。 去去去去去去。 爹爹,我真的上不住车了。 你没捡钱。 怎么样? 来,看好啊。 走。 看看。 这是什么? 去吧。 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 我说你这年轻人啊,你耍把戏归耍把戏。 你不能助长不政治疯,你知道吗? 老同志,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孩子憋着上厕所,我好听吧呢?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 谁说我没有零钱? 我有,但是我不能给他。 上厕所明天五毛, 他凭什么当了这么一帮皱巴巴的纸,就改出一块呢? 不就是一块钱吗? 你干嘛那么记得。 我计较啊? 我计较啊? 啊,我计较啊? 他这叫,叫捆绑销售。 我不缺一块钱啊, 但是我不能眼看他给他们城市脸上抹黑。 你不要小看公共厕所啊,这是窗口行业,啊,它直接影响到咱们城市的形象。 嗨,老同志啊,这种事多了,您笑一笑,这事不就过去了吗?啊,您犯得着为这个着急上火,知道吗? 你这叫什么话?啊?你这什么话?如果是都像你这样的,一直得过且过,这社会风气它怎么好转? 您像什么? 老同志,您以前是国家干部吧? 您这话什么意思? 能说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 得,我没时间听您说这套啊, 拜拜吧,您的,啊, 再见。 现在休息十分钟,今天进步挺大的,不过还得加紧练。 我们家光华小区啊,每天那六个小时呢,他们放出话来了,就是冲着我们手里的冠军杯的,大家加把劲啊! 小姐! 哎,俊杰,你怎么来了? 哎呦,这儿子管妈叫香姐啊,把咱云香叫得怪年轻的啊! 等一下,你好幸福啊,孩子给您献花了! 黎大奖,黎大奖,你给我一点点啊! 正好路过这儿,来欣赏一下您优美的舞姿。 哎,别动。 你看,让你多吃点蔬菜吧,不听话,这儿都,啊,你穿个出来了。 把饭吃了吗? 吃了,在班上吃了盒饭。 哎,您这儿快散了吧,我等您。 哦,晚上还有点事,我得晚点回去。 哎,您看这,业余活动弄得还挺专业,成天网子不着家的。 我早说了吧,你要结了婚生个孙子,我不就没事了吗? 对啊! 哎,我真服了你了。 说什么都能扯到这事上来。 得,您先忙着,我先走啊。 拜拜。 谢谢。 谢谢。 芸香啊,我都是挺羡慕你的啊。 有这么疼你的儿子。 儿子还是挺孝顺的。 哎,芸香,上次我跟你说那税务局的老会计,这照片我替你找了一张。 你还没死心啊? 我能死心吗? 我是咱这社区有名的红娘。 放着芸香,你条件那么好,还带字归忠。 我能睡得踏实吗? 你瞧一眼。 我还是散了吧。 芸香,咱就别再挑了。 如今咱这岁数男少女多的,比例失调啊。 你看,谁让这女人活得比男人还长? 弄得这满世界呀,那都是寡妇。 你别看这老爷子呀,这头上没几根毛,翘着。 她也只比你大四岁呀。 我告诉你,芸香,如今这帮老先生啊, 这动不动就要找你自己小二十的。 还说什么,这代计婚姻。 那你就干脆给我找个八十的得了。 八十的得了。 你严得定。 没严了没关系,这还不会拉伞。 到时候呀,我那还带个尿不湿。 。 我还带个尿不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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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以后再不管你了。 谢谢,谢谢,谢谢,行。 这儿,这儿,这儿。 爹爹,我妈来了。 爸 妈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你啊 去哪儿去哪儿了 怎么都来了 有什么事吗 爸 你去接小科 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 怎么死我呀 早上我和 我和易光说过来 爸 您是跟我说了 可是我也跟您说了 您就别再给我们添乱了 行吗 这叫什么话 我替你们鸡孩子 怎么是给你添乱呢 我们还不吃饭呢 爸 行吧 我们吃过了 爷爷请我吃肯买鸡 你还挺小嫂的 我给你老妈她没吃呢 这么着吧 我就想点面 随便吃点 送小哥回家 你们走 易光 你也走 爸 你们都走 我不需要照顾 你看我说一两句 您还得给我生气啊 我有什么气好生的 走走走 爸 爸 爸 你 我不给你添乱 你也别在我这儿 给我添乱 走 不走 你爸她 她 这日子没法过了 自制的文体设施虽然简陋 却是农家孩子们的乐园 小小的图书馆更成了知识的包库 到郑老师这里看书 有一个规矩 不收一份钱 却要交一篇读书笔记 我希望看小的图书 我希望小的图书 你带有很多小图书的包库 你要我们好好地 找大麻 做你的 发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对对对 王大姐 你看 你这手啊 眼睛要跟着手 看到啊 李大姐 等她看什么呢 赶紧过来来 来 过来看 你看那儿有个老头 老头怎么了 哎呀 他俩都去得慌半天了 是不是有啥想不开的 要跳河呀 不可能 那你说不可能 这黑能下火的 你说这黑能下火也不是散户的时候啊 你看 说不定脑丢啊 是在等人 约会呢 就是 也许是 你看那儿老头那样啊 从没哭脸的 还真像有心的字 云霞 要么你去问问看 这我怎么好问呢 哎呀 你也是 就跟她搭搭话去呗 套套的 哎呀 哎 你看她 臭眼臭得那么狠 会不会 一忍咽头 她就 互动 啊 别吓人啊 前几天有个姑娘试炼 就从这儿跳下去的 哎呀 你看她那烟呢 快冲完了 等一下 快去看看吧 别想了 快去看看吧 看 我去看看 快去 快去 快去看看她吧 啊 你 李同志 你干嘛老看着我 你 李同志 你干嘛老看着我 您没事吧 你 我有什么事 ad salute 感谢观看